虽然马来西亚强调是在正确航道飞行 不过据路透社报道 早在今年4月 欧洲空中航行安全组织 已经向飞行员发出飞行警告 强烈建议飞行员规避乌克兰东部领空 其中就包括了此次马航客机坠毁地带 其他国际航空管理机构 也曾经明确建议航空公司 尽量选择其他航线绕行 中国民航业评论员张仲林发文称 通过前几天MH17航班的航线 与周四被击落时的航线对比可以看出 被击落时MH17航班的航线 比通常航线更加靠北 约在通常航线北方上百公里处 穿过已经在7月8号 被乌克兰化为民航飞行禁区的 顿涅茨克地区 不过乌克兰的航空管制范围 为1万米以下的高空 而灾难发生时 MH17航班的飞行高度 只比限制区域高300米 这虽然能成功地规避 乌克兰民航管理局的禁令 然而导弹可不会 因为飞高了300米就打不中 张仲林认为 科技微信员在这一事件中的表现 只能用鲁莽来形容 至于为何他们会做出如此的表现 恐怕是下一阶段的调查 要解开的重要谜团 发生偏航的可能性 实际上在现在的导航技术面前并不大 即使这偏航应该是非常小幅度的 而且很容易被自动导航系统进行修正 如果说长时间的偏航 只能理解为 一个是是不是系统发生了一定的故障 或者性能缺陷 还有一个是不是人为的 有意的在做这样的操纵 台湾飞行教官于浩伟认为 如果飞行员没有按照原来飞行计划 在台湾不仅受到巨额罚款 情节严重 还会吊销驾照 甚至是有刑事责任 所以飞行员一般不会偏离轨道 而如果遇到天气因素等原因时 飞行员也会在航管许可下 才能向左或向右偏 但一般都不会偏离航路 余浩伟分析认为 马航飞行员有可能在躲避天气因素时 过大范围偏离航道 而误入近飞区 有可能他在躲避天气 但是他在一个不预期的境况 刚好进到乌克兰一个战区 而且可能是他申请求偏了很多 例如说他可能说 我请求左偏30里 可能在他一个航管人也输 我许可了 你偏过去好 刚好就偏到所谓的 我刚刚讲的一个进航区 线航区 有观察认为 马航MH17客机偏离航线的可能性有三种 首先是马航机长不顾警告 有意偏离 其次有可能是乌克兰的地面指挥人员 故意将飞机指引向了战区 还有可能飞机导航系统被人远程控制 或者渗透将飞机显示的数据 被修改为正常的航线数据 所以机组人员没有发现 台湾飞行教官于浩伟认为 远程控制飞机的可能性很小 即使有人可以远程控制 飞行员还是有多套方案可以用对 即使所有的电脑都不能使用 也可以手动飞行 对 我把关掉是什么 我用手飞 那你说怎么看 我看我运飞机上都有现存传统仪标 我用传统仪标 所以你绝对控制不到我 所以我认为现今科技来讲的话 这个是比较难做到 我用手冲增标 我用手冲键把